雨果 巴黎圣母院 第五卷 二 这个要扼杀那个 主教代理说 这个要扼杀那个 书要扼杀建筑物 请读者允许我们稍事停留 探究一下这种玄妙的话里 可能隐藏着什么思想 照我们看 这一思想有两面 首先 这是教室的想法 教室面对印刷术 这一新事物所产生的恐惧 这是圣殿的人 面对古灯宝光辉的印刷机 所感到的恐怖眩晕 这是教堂和手稿 口讲的话和手写的话 面对印出的话所产生的恐慌 颇向一只麻雀 看见天使来急翁 展开六百万翅膀而目瞪口呆 这是先知发出的一声惊呼 因为他听到解放了的人类的行动 和发出的轻微细语 预见智慧将铲除信念 舆论将取代信仰 陈氏将动摇罗马 这是哲学家的预言 因为他看见人的思想 安上印刷的翅膀 将要逃离神权的凡龙 这也是守城士兵看清青铜撞脚 惊叫炮楼要踏实的惊骇 这意味着一种威力将取代另一种威力 这就是说印刷机将扼杀教会 不过我们认为 在这第一层 无疑也最单纯的意思下面 另外还有一层更新的意思 是第一层意思的一种推论 不易于捕捉 但更容易驳斥 这层意思同样是哲学性质的 而且不仅仅是教士 也是学者和艺术家的一种见解了 这是一种预感 人的思想改变形式 随之也要改变表达方式 每一代人的主导思想 不会再用原来的材料 原来的方式书写出来 石头书尽管十分牢固和持久 也要让位于更为牢固和持久的指书 从这个角度看 主教代理的含混说法还有第二层意思 表明一种艺术将取代另一种艺术 这就是说 印刷术要扼杀建筑艺术 事实上 从人类初始直到公元15世纪 包括15世纪在内 建筑艺术是人类的大型书籍 是人类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表达方式 既体现人的力量 也体现人的智慧 原始人日益感到记忆力不堪重负 人类的记忆所积累的形状 越来越沉重 也越来越繁杂了 单凭毫无依托 转瞬即逝的话语传递 就有可能在途中丧失一部分 于是 人就采用最为明显 最为持久 最为自然的方式 把记忆载于地面上 每一代传统 都凝结成为一座历史封碑 最初的建筑 仅仅是岩石居住区 正如摩西所说 跟铁还没有关系 建筑艺术的开头 也同任何书写文字一样 最先是字母 在地面上立起一块石头 这就是一个字母 每个字母及一个象形 附在着一群意念 犹如圆柱顶端安置的各种装饰 全世界每处地面上的原始人 都同时这样做 凯尔特人那种架起的巨石 在亚洲的西伯利亚 每周的潘帕斯草原上都可以见到 稍后一个时期 才开始造词 石头落石头 拼成花岗岩的阴节 动词则试着将一些词搭配起来 凯尔特人的石棚和大石园 伊特鲁利亚人的坟头 西伯来人的古种 这些全是子 有一些 尤其是坟头 是些专有名词 也有些时候 石头很多 场地也宽敞 就写出一个句子 凯尔耐克的巨大气石 已经是一种完整的表达方式了 最后写出书来 传统产生象征 并在象征之下消失 犹如树干为枝叶所覆盖 人类信仰的所有这些象征 又要生长繁衍 交叉纠结 越来越错综复杂了 早期的建筑再也容纳不下 就像四处蔓溢了 那时的建筑 还能勉强表达与本身 同样朴实无华 匍匐于地的原始传统 象征极代在建筑中勃发兴旺 因此建筑艺术和人类思想同步发展 变成千手千臂的巨人 将飘忽不定的所有象征意念 用看得见的 触摸得到的永恒形式固定下来 体现力量的戴达罗斯进行测量 体现智慧的额尔辅斯在歌唱 于是柱子为字母 拱狼为音节 金字塔为词 全按照几何律 诗律同时活动起来 聚拢组合 交织混杂 下降上升 在地面并列 重叠升空 遵循一个时代的总观念 终至写成一部不神奇的书籍 一级神奇的建筑 诸如印度的埃格陵级宝塔 埃及的兰塞伊温陵墓 索罗门神庙 本源的思想 及智慧圣言 不仅寓于这些建筑的内部 而且寓其外形上 例如索罗门神庙 就不单是圣书的封面 还是圣书本身 从神庙同心圆墙的每一处 祭司们都能读到 诠释出来并呈给锐眼的智慧圣言 他们就这样立跃他 从一座圣殿到另一座圣殿的演变 直至在最新的圣柜中 抓住其神髓 看到他最完整的形式 仍然体现在建筑上 极拱形 由此可见 智慧圣言欲于建筑物中 但其形象却显露在建筑的外形上 如同木乃伊的棺果上 会有死者的形貌 建筑物不仅外形 而且选择的地点 都能揭示出要表现的思想 依照所表达的象征是明快还是晦暗 希腊人在山顶上建造赏心悦目的神庙 印度人则披山开领 在地下凿出由巨大花钢岩项群 陀着的形状各异的佛塔 因此 人类社会初始的六千年历史中 从印度斯坦最古老的佛塔 直到科隆的大教堂 建筑艺术始终是人类最伟大的著作 这是千真万确的 不仅一切宗教象征 而且全部人类思想 在这部红篇巨制中 无不有其一页 无不有其封碑 任何文明都始于神权而忠于民主 自由取代一统的这条法则 就写在建筑艺术中 因为 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 不要以为营造树的力量 仅仅在于建起庙语 表述神话和宗教象征 仅仅在于用象形文字 将摩西石界录在这些石头书页上 如果真像他们以为的那样 那么任何人类社会到了一定时候 神圣象征总要陈旧 被自由思想磨掉 而人也要逃避教室 各种哲学和各种体系的坠游 就要侵蚀宗教的面孔 建筑艺术就难以再现人类精神的新面貌 一页页尽管正面满是自己 背面却一片空白 这样的作品势必缺头少尾 这样的书籍也势必残缺不全 其实不然 是以中世纪为例 这个时期离我们较近 更容易看清楚 中世纪早期 神权政治正致力于组建欧洲 梵蒂冈正往自己周围聚拢 重新组合从卡皮托尔四周 覆灭的古罗马脱生出的新罗马的各种因素 而基督教文化则到过去文明的废墟中 搜寻构成社会的各个层次 并利用遗迹 重新建造以僧侣为栋梁的新的等级世界 其实 在一片混乱中 我们先是隐隐听到 继而又渐渐瞧见 在基督教文化之风的吹拂下 借助蛮族之手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消亡的建筑艺术的瓦礼中 出现了神秘的罗曼建筑艺术 这种建筑艺术是埃及和印度神教营造术的姊妹 是纯正天主教的经久不变的标志 也是教皇一统天下的永不更改的象形文字 当时的整个思想 的确都技术在这种晦暗的罗曼风格中 处处能感到威权 一统 密不透风 绝对性 及格列高利期式 处处感到教士 却从来感觉不到人 处处感觉到等级 却从来感觉不到人民 然而十字军远征开始了 这是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而凡是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无论其缘起和目的如何 在最后的冲击中 自由精神总要脱颖而出 新事物也就要随之问世了 这样 又进入了天下汹汹的时期 雅克团 布拉格运动 神圣联盟相继发生 神权摇摇欲坠 一统渐渐瓦解 封建政权要求同神权平分秋色 接着民众不可避免的登上舞台 而且一如既往 要求占有那份该得的权利 因为我叫狮子 于是 领主权从僧侣权下面显露出来 村舍又从领主制下面显露出来 欧洲的面目改变了 嘿 建筑风貌也焕然一新 如同文明一样 建筑艺术也翻过去一页 而时代新精神发现他准备好 要按照口寿谱写新篇章 建筑艺术从十字军远征中带回监巩艺术 如同各民族从十字军远征中带回自由 于是 罗马帝国渐渐解体 罗曼建筑艺术也逐步消亡 象形文字抛弃了大教堂 赶去装饰城堡 给封建制度助威 大教堂本身 一项讲究中规中矩的建筑物 从此也闯进来市民 村舍和自由 开始脱离教室的控制 落到艺术家的手中 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大教堂了 用别了 神秘 神话和戒律 现在盛行的是随意性和奇思异想 教室只要有大教堂和神坛 也就别无他求了 四面墙壁交给了艺术家 建筑艺术这部书不再为僧侣 宗教和罗马所有 而属于想象 诗歌和民众了 正因为如此 这种只有三百年历史的建筑艺术 有了难以计数的飞速变化 而在六七百年历史的罗曼艺术长期停滞之后 这种变化令人惊叹不已 这期间 建筑艺术以巨人的步伐前进 从前有主教们包揽的事情 现在要发挥民众的才能和独创精神 每个种族路过时 都要在这本书上写下一行字 从而划掉大教堂非夜上的古老罗曼象形文字 因此 在各个种族所致放的新象征下面 老教条充其量也只能偶尔显露出来 民众为其挂上为曼 很难再看出当初宗教骨架的痕迹 那时的建筑师 甚至对待教堂也胆大妄为 现今是无法想象的 例如 巴黎司法宫的壁炉厅里 可以欣赏到雕刻在柱头上 含羞作爱的男女修士 还有 布尔大教堂的门廊上则雕有赤条条的 挪亚的艳遇 再如 博士维尔修道院的灌洗式壁上 竟有一个长着驴耳朵的醉修士 举着酒杯嘲笑全体僧众 那个时代 在石头上刻写并表达思想的特权 完全可以和今天的新闻自由相比拟 那就是建筑艺术的自由 这种自由走得很远 有时是教堂的门廊 正面装饰 有时甚至整座教堂所表达的象征意义 同宗教崇拜截然相反 甚或敌视教会 早在十三世纪 有纪瑶姆德巴黎 还有十五世纪的尼古拉弗拉麦勒 都写过这类蛊惑的篇页 屠宰场圣雅各教堂 就是一座完全畅反调的教堂 当时的思想 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自由表达 因此 也就完全写在叫做建筑物的这些书籍上 舍此建筑物的表达方式 那种思想若是感冒大不韦 以手稿形式表述出来 那就必然要被柜子手压上广场 当场焚毁 这样一来 表述在教堂门廊上的思想 就要目睹表述在书籍中的思想受刑 人类思想要面试 只有营造这一条途径 因此也就从四面八方趋之弱 这就是为什么无数大教堂遍布欧洲 数量惊人 即使经过河时也难以置信 社会的全部物质力量 全部智慧力量 都会聚到一点 即建筑 建筑艺术就是以这种方式 借口为上帝建造教堂 得以波澜壮阔的发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天生的诗才也要当建筑师了 民间藏龙卧虎 但到处受封建制度的压制 如同压在青铜盾牌的硅壳下面 这种才干 只能从建筑方面寻求出路 只能通过这种艺术施展 他们的伊利亚特 就采用了大教堂的形式 其他所有艺术都归顺过来 以建筑艺术为师 组成伟大作品的工匠队伍 建筑师 诗人 大师总览一切 以雕刻为这部作品 捐刻门面 以绘画为他制作绚丽的彩绘玻璃 以音乐敲响他的大钟 弹奏他的管风琴 就连可怜的纯粹诗歌 还坚持待在手稿中 默默无闻者 若想有所作为 也不得不以颂歌或散文的形式 进入建筑的框架里 归根结底 这也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 在希腊的宗教节日中 创世纪在所罗门神庙中 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 在古登堡发明活版印刷术之前 建筑艺术始终是 主要的表意文字 世界通用的书写形式 这部花岗研书集 由东方开始撰写 由古希腊和古罗马 继续著述 而中世纪则写完了最后一页 民众建筑艺术取代 等级建筑艺术 我们上文在中世纪 所观察的这种现象 随同人类智慧的一切类似运动 还要在历史其他伟大时代中再现 因此 这里只是简要地提出这条规律 如若详尽阐述 那就得写成几卷的大布头 在远古的东方 原始时代的摇篮 继印度建筑艺术之后 出现了斐尼基建筑艺术 它是阿拉伯建筑艺术的 体态风营的母亲 在古代 先有埃及建筑艺术 而伊特鲁利亚风格和 库克罗普斯建筑 不过是其中的变种 然后才出现希腊建筑艺术 而添加加太基式圆顶的罗马风格 也不过是希腊风格的延续 在现代 继罗曼建筑艺术之后 则出现了哥特建筑艺术 这三个系列拆开来分析就能发现 三位大姐 即印度建筑艺术 埃及建筑艺术 罗曼建筑艺术 都有同样的象征 也就是神权 种姓等级 一统 教条 神话 上帝 反之 三位小妹 即斐尼基建筑艺术 希腊建筑艺术 哥特建筑艺术 无论三者本质所固有的形式多么不同 也都有同样的寓意 这就是自由 民众 人 在印度建筑 埃及建筑或罗曼式建筑中 总能感觉到祭司 而且只能感觉到祭司存在 不管名称如何 叫婆罗门 马葛 还是叫教皇 民众的建筑艺术则不然 要更加丰富多彩 而少几分神圣的意味 在斐尼基建筑中感到的是商人 在希腊的建筑中感到的是共和派 在哥特建筑中感到的则是市民 神权建筑的普遍特征 就是一成不变 恐惧进步 固守传统 把原始形神圣化 以其象征的不可理解的任性 不断压制人和自然所有形态 那是些晦涩的天书 只有得到密寿的教徒才能读懂 而且 任何形式 乃至任何变态 一旦在建筑上有了某种含义 也就神圣不可侵犯了 不必要求印度 埃及和罗曼的营造术改革其设计 改进其雕塑艺术 任何改进完善 对它们都是大不敬 在这类建筑中 僵化的教条似乎阔及石头 好像再度实化了 反之 民众营造术的普遍特点 就是追求变异 进步 独特 丰富和涌动 这类建筑在很大程度上 摆脱了宗教的桎梏 可以考虑自身的美 可以修饰了 不断纠正装饰自身的雕像和花纹图案 还有 这类建筑属于世俗社会 含有人性 不断把人性掺进神圣象征中 并且仍在这种象征下求得发展 因此 这类建筑尽管还是象征性的 但是像大自然一样容易理解了 任何心灵 任何智慧 任何想象力 都能有所领悟 在神圈建筑和民众建筑之间 有神圣语言与通俗语言之别 有象形与艺术之别 有所罗门与菲迪亚斯之别 如果抛开无数例证和无数见解 上文恶要所述 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 直到15世纪 建筑艺术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记载 在这段历史中 世上出现的稍微复杂的思想 无不化作建筑物 民众的任何创建 宗教的任何律法 无不有其封碑 总之 人类的重大构想 无不刻写在石头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任何思想 无论宗教的还是哲学的思想 都追求勇士流传 一种思想既已推动了一代人 还要推动下几代 并要留下痕迹 若想不朽 手稿是多么靠不住 而一座建筑物 就是一部书 要更加牢固持久 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要毁掉技术下来的话语 只需一个火把和一个野蛮人就够了 要拆毁建筑起来的话语 就要有一场社会革命 一场城市革命 罗马大竞技场经历满足浩劫而幸免 金字塔也许经历了世界大洪水而幸存下来 进入十五世纪 一切都变了 人类思想发现一种勇士流传的办法 比起建筑艺术来 新办法更为经久耐用 简单易行 建筑艺术被赶下宝座 俄尔福斯的石头字母 即将为古登堡的签字所取代 书即将扼杀建筑 发明印刷术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是引起一系列变革的革命 是人类彻底革新了的表达方式 是脱掉一种形式而背负另一种形式的人类思想 是从亚当以来象征智慧的那条蛇最终彻底的蜕变 以印刷形式表达的思想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磨灭 它不翼而非 扩散到空气中 从此难以捕捉 无从摧毁 在建筑艺术的时代 思想曾化为高山 牢牢地把握一个时代和一块地盘 现在 思想化为无数鸟雀 四处飞散 同时占领空中和地面的所有点 我们再说一遍 谁还看不到 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思想更难磨灭呢 这种思想从坚硬一变而为清零 从持久一变而为永恒 一个庞然大物可以平毁 然而又怎能消灭无处不在的东西呢 再发一场洪水又有何妨 即使高山早已被滚滚波涛淹没 鸟儿还会照样飞翔 只要水面上漂浮一叶方舟 鸟儿就会落在上面 随方舟漂流 一同观察洪水退去 灾难过后出现的新世界 刚一苏醒就会看见 被埋葬的旧世界的思想在长空展翅翱翔 只要看到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最易保存 而且最为简单方便 最容易掌握使用 只要想一想这种方式没有拖累 既不必携带大件行李 也不必搬运沉重的用品 只要比较一下 被迫寓于建筑物中的思想 要动用四五种艺术 多少吨黄金 要动用一座高山的石料 一片森林的木材 也要动用大批工匠 而著书立说 则需要一些纸张 一点儿墨水和一只鹅毛管笔就够了 这样一比较 人类只会放弃建筑艺术而采用印刷术 又何足为奇呢 是挖一条水平面低于河床的沟渠 用以截断河流 那么河水必然改道 由此可见 自从发明了印刷术 建筑艺术是多么明显的渐渐枯涩 衰败 渐渐空乏了 我们又是多么明显的感到 水位日渐下降 生命之夜逐渐流走 时代和民众的思想慢慢脱离建筑艺术 当然 在15世纪 这种冷却现象还不易觉察 当时印刷机还很炙弱 从强大的建筑艺术那里 充其量只能摄取一点而过剩的生命力 可是 一进入16世纪 建筑艺术的病症就一目了然了 基本上它不再表现社会 而是可怜巴巴的变成古典艺术 建筑从高炉的欧洲的土著的风格 变成希腊和罗马艺术 又从真实的和现代的艺术 变成了伪古典艺术了 人称文艺复兴者 就是这种衰败的颓势 不过这颓势又极为壮美 因为哥特的古老惊魂 这西沉的太阳 在落到美因磁印刷机的高山背后 那西照的余晖 在一段时间内 还继续浸染那拉丁式圆拱 和科林斯柱廊的混杂堆砌 这是黄昏的夕阳 我们却当作震荡的旭日 建筑艺术一旦丧失盟主的地位 不再是统领的 独霸的艺术 而跟其他艺术平起平坐了 他就再也没有力量 笼络其他艺术了 其他艺术挣脱建筑师的枷锁 纷纷解放出来 从此各奔前程了 每种艺术都从分离中得到益处 孤立状态能促一切事物成长 雕刻发展成为雕塑艺术 彩绘发展成为绘画 卡农发展成为音乐 那情景就像亚历山大死后 他的帝国就分崩离析 各省自立为王国了 从而就产生了拉斐尔 米开朗奇罗 约翰古荣 帕莱斯特里纳 他们全是光辉的16世纪的英才 思想也和艺术同时从各方面解放出来 中世纪的异端祖师也已经重创了天主教 到了16世纪 宗教的一统天下打破了 在印刷术之前 宗教改革只能是教派分裂 有了印刷术便成为革命 搬走印刷机事实 一端邪说就孱弱无力了 命定也好 机缘也罢 反正古登堡是马丁路德的先驱 那时 中世纪的太阳完全沉落了 哥特的惊魂也在艺术的天际永远殒灭 建筑艺术渐渐暗淡下来 失去光彩 越来越隐没了 印刷的书籍这种蛀虫 不断注食并要吃掉建筑物 建筑艺术褪皮 落叶 眼看着销售下去 变得平庸 贫乏 毫无价值了 不再表达任何意念 甚至不再追谋从前时代的艺术 建筑艺术被人类思想抛弃 因而也被其他艺术抛弃 从此冷落孤零 再也招募不来艺术家 只好使用工匠了 普通玻璃代替了彩绘玻璃 石匠代替了雕塑家 永别了 一切元气 一切特色 一切活力 一切智慧 建筑艺术沦为作放乞丐 十分凄惨 从一个抄本爬到另一个抄本 早在16世纪 米开朗奇罗无疑就发现 建筑艺术正在衰亡 他悲愤之余 要实现最后一个构想 这位艺术巨匠将将万神词堆砌到巴特农神庙上 造起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这一伟大作品观觉古今 堪称爵士之作 是建筑艺术的最后一次独创特制 也是在吉江河上的宏伟石头史书 这位艺术巨博在末夜签署的名字 米开朗奇罗死了 可怜的建筑艺术也过了大限 只是在苟言残喘 形同怨鬼幽魂 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无非照搬圣彼得大教堂 模仿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简直成了怪癖 怪到了可怜可悲的程度 于是 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十七世纪有圣恩古教堂 十八世纪有圣日内维埃福教堂 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如伦敦 如彼得堡 而巴黎则有两三座 这种毫无意义的遗嘱 乃是一种伟大艺术临终时返回童年的遗语 我们若是抛开上文提到的有特点的建筑物 只观察一下建筑艺术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总貌 那就会发现同样衰微破败的现象 从弗朗索瓦二世朝代起 建筑物的艺术形式就日渐消亡 让几何图形显赫突起 如同一个患者受骨临巡的架子 冷峻无情的几何线条 代替了优美曼妙的艺术线条 建筑物不复为建筑 而成为多面体了 当然 建筑艺术还在处心积虑 力图掩饰这种贫乏赤路的状态 这样 希腊式门楣装饰便相近 罗马式门楣装饰中 反之亦然 不外乎罗马万神祠 掺进希腊巴特农神庙 不外乎圣彼得大教堂的翻版 这样 就出现亨利四世时代的 石器边角的红砖楼房 王宫广场 太子广场 还出现路易十三时代的教堂 又笨重又低矮 扁扁的缩成一堆 上面架了个圆屋顶 好似驼背一般 还出现马扎兰时代的建筑 那拙劣的仿意大利式的四大民族学院 继而 又出现路易十四时代的宫殿 那行同兵营的朝臣厅室 看上去僵硬丝版 令人生厌 最后 到了路易十五时期 就出现了橘距和通心粉状 各种刘状和军状的装饰图案 把各老掉牙的摔袖建筑艺术打扮成老妖精模样 从弗朗索瓦二世到路易十五世 建筑艺术的病症已几何极数加重 这种艺术只剩下皮包骨 完全是一副垂死的惨象 在这一历史时期 印刷术的情况又如何呢 脱离建筑艺术的生命力 全部注入了印刷术 一方面 建筑艺术逐步衰退败落 另一方面 印刷术却日益发展壮大 从前 人类思想把精力耗在建筑上 此后便全部献给书籍了 因此 刚进入十六世纪 印刷术就已然羽毛丰满 能与日趋衰落的建筑艺术 分庭抗礼 同他较量 并把他扼杀 到了十七世纪 印刷术战果辉煌 地位相当稳固 而且声望日龙 能让全世界欢庆一个伟大的文学世纪了 印刷术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 长期养精蓄锐 到了十八世纪 便重操路德的旧兵刃 武装起伏尔泰 气势汹汹 大举冲击旧欧洲 而其实 他早已扼杀了建筑艺术这个旧欧洲的表现方式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 他已经摧毁了一切 等到十九世纪 他又要重新建设了 不过 现在我们要问 三个世纪以来 这两种艺术究竟哪一种真正代表人类思想 究竟哪一种表述人类思想 不仅表现人类思想对文学和学术的癖 而且表现人类思想开阔 深沉而又普遍的冲动呢 究竟哪一种既不间歇 又天衣无缝 始终附着前进中的人类这个千族怪物呢 是建筑艺术 还是印刷术呢 是印刷术 这一点我们不要弄错 建筑艺术已经死了 死不复生了 被印刷书籍所扼杀 他不够耐久 造价又特别昂贵 被扼杀是不足为奇的 每一座大教堂迷废都数以十亿计 我们算一算 现在需要多少资金 才能重新写出建筑艺术这部书 才能在大地上重新建起千万座建筑 回到建筑物林立的时代 正如一位目击者所说 那个时代 世界仿佛抖动着身躯 卸掉B1旧装 换上一套白色教堂材质的新衣裳 格拉伯拉杜普斯 书籍印得既快 费用又少 还能广为流传 整个人类思想顺着这条斜坡流淌 又何足为奇呢 这并不等于说 建筑艺术今后在世界某处 就不会再出现一座秀美的建筑 一步孤立的杰作 在印刷术的统治之下 完全有可能竖起一根圆柱 我想那是投入一支军队 用大炮融中而成的 就像在建筑艺术的统治之下出现的伊利亚特 罗曼采罗 摩赫婆罗多和尼泊龙根之歌 也是全民族搜集大量行银诗 最后融合而成的 20世纪也可能会有一位天才建筑师脱颖而出 正如13世纪出了个弹钉一样 不过到了那时 建筑艺术就不再是社会的艺术 集体的艺术 也不再是主宰的艺术 到了那时 伟大的诗篇 伟大的建筑 人类的伟大创作品 就不再建造起来 而是印刷出来了 从此以后 建筑艺术纵然东山再起 也不会独步天下了 它要受制于当年文学 从它那里接受的规律 这两种艺术的地位相互颠倒了 在建筑艺术统治的年代 诗歌作品固属凤毛麟角 但也确实同建筑物相像 在印度 皮耶婆的住宿卷制浩凡 古怪离奇 同浮屠一样难以参悟 在东方埃及 诗歌像建筑物一样 线条宏大而静谧 古希腊的诗歌则写美 安详而平和 基督教欧洲的诗歌 表现出天主教的庄严 民众的纯真 表现出一个更新时代的 欣欣向荣和丰富多彩 圣经犹如金字塔 伊利亚特好似巴特农神庙 和马类呼菲迪亚斯 十三世纪的淡丁 就是最后一座罗曼教堂 十六世纪的沙士比亚 就是最后一座哥特大教堂 上述必不完全 披露难免 总括来说 人类有两大部书 两部记录 两份遗嘱 建造艺术和印刷术 十圣经和纸圣经 这两部圣经在多少世纪 曾大大展开 诚然 我们今天拜读时 不免要追怀那花岗岩文字的一目了然的壮美 那些以圆柱 方柱 方尖塔为符号的字母多么巨大 那些人造的高山覆盖了世界 覆盖了从金字塔到钟楼 从凯奥普斯直到斯特拉斯堡的以往岁月 应当重温石头书页上记载的历史 应当不断翻阅和欣赏由建筑艺术撰写的这部著作 但是也不应否认印刷术硬石造起的大厦的宏伟 这个大厦无比宏伟 不知哪位统计学家计算过 自古登堡以来 印刷的书籍如果一本本全部落起来 就能从地球抵达月球 不过 我们要讲的不是这种宏伟 然而 我们要是真的想象一下迄今为止印刷品的全貌 头脑里不是会出现一座巍峨的建筑吗 这座建筑不是以整个大地为基础 由全人类不懈地营造 它的硕大无棚的头颅直插未来的云天吗 也可以说 这是无数智慧构成的乙巢 是誉为金色蜜蜂的所有想象携来花蜜的蜂窝 这座大厦的楼层何止万千 只见处处楼兰 通向里面纵横交错的科学的暗穴 大厦外面也由艺术之神装饰 处处藤蔓花纹 花灵彩窗 齿叶香边 豆颜争奇 令人目不暇接 上面的每样作品 不管多么随意 多么孤立 无不各得其所 各展其资 这整体呈现出和谐 从莎士比亚大教堂直到拜伦清真寺 无数小钟楼都拥塞在这世界思想的大兜会中 大厦底层上补写了建筑艺术没有记载的人类几个古老题目 大门廊两侧各有标记 左侧白色大理石上有河马的古老浮雕 右侧各种文字的圣经则昂立着七颗头 再往上一点儿 又有挺立起来的罗曼采罗七头蛇 以及其他一些杂生的怪物 费陀和尼伯龙根之歌 况且 这座神奇的大厦还一直在兴建 印刷机这台巨型机器 不断抽集社会的全部智慧之业 又不断吐出新的建筑材料 全人类都登上了脚手架 每人的材质都是工匠 最卑微的人也能堵个洞 或者放上一块石头 雷蒂夫德拉布列东也推来一车辉泥 天天都要加高一层 除了每个作家独特贡献之外 还有集体的创作 18世纪推出了百科全书 大革命则提供了导报 自不代言 这座建筑成螺旋形 永无休止的扩建升高 当然也有语言的混乱 无穷的活力 不知疲倦的劳作 这是全人类通力合作 为智慧造个避难所 使其免遭大洪水和蛮族的扫荡之灾 这是人类建造的第二座八别塔 这是人类建筑成螺族的扫荡之灾 这是人类建筑成螺族的扫荡之灾